我們真的陸陸續續都有拿到錢了 所以請大家不用擔心 那是誰從房具繳得出來 因為我本人是繳房貸 房貸是繳不出來 對 樂天女孩報備欠信 吳怡萱自嘗房貸繳不出來 林黛瑩鬆口吐球團內幕 謝謝大家關心 我有看到球團經紀人已經有做回應了 那我就不要再添亂了 陸續都有在收到 通常會給一個會款的日期 因為我們算是就是月圓節 可能剛好有一些程序 不知道哪裡 延遲到那個會款的時間 樂天女孩林黛瑩 已經出席紅心智慧活動 替樂天球團前行風波闢謠 日前有隊內女孩哭訴 快要繳不出房租 球團還被抱母親也才無出狀況 我是沒有聽說 但我覺得應該也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畢竟是一間很大的集團 而且也有大哥大姐在工作 應該還是都可以順利的 可以拿到錢 樂天球團經紀人先前聲明 是因為合約進度問題 導致款項延遲 目前正在陸續付款中 身為樂天學姐的吳苡萱 同天稍晚出席活動 也逃不過這一題 雅雅就有邀請我們啦啦隊過來吃 來吃的時候是奢帳還是請客 我跟妳講請客 由於他也知道我們現在財務有點困 開玩笑的啦開玩笑啦 因為其實樂天那邊已經有說在處理 而且最近呢 銀行的APP有叮咚叮咚叮咚 錢都有開始進來了 球隊的錢有開始進來了 就是他們現在也很積極在處理 你們有去關心學妹的狀況嗎 有耶 因為其實我們比較幸運一點 是我們還有其他的工作的 來源跟收入 那有一些可能新進的學妹 他真的是以啦啦隊為主 本來就是按進度會 只是剛好這段時間 像有些人沒有拿到薪水 他可能要付房租會比較急一點 我覺得是因為有這個關係 我們真的陸陸續續都有拿到錢了 所以請大家不用擔心 還是誰 房租繳得出來 誰嗎 這個我沒有 我沒有問耶 是要跟妳借錢 沒有沒有 因為我本人是繳房貸 房貸是繳不出來的 沒有啦 講得出來啦 如果真的有需要幫忙是可以講的 如果陸陸出房住的可以先來我家住啦 因為我現在也一個人啦 哈哈哈哈 雙人床啊 旁邊可以跟他躺 可以跟他躺